市府文化局推动眷村活化再提创意 这一次推出的是已住代户眷村的创生计划 分别是在建业新村还有黄埔新村 是挑选了部分屋矿较好的眷设 共有16户要开放民众申请 也鼓励业者能够投资眷村营造特色 左营建业新村又有一波眷设 要开放民众申请入住 而且还可以作为商业使用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看屋 想着要在眷村的老房子里 开什么特色的商店 就是说开个咖啡馆 然后我们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到 我们可以去共享 分享大家的那种心得 最好就是多一点的咖啡 美食 跟眷村有关的这样带进来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边过路客户毕竟是少 除非是自己的个人工作室的话 才有办法进住在这边 主要我们是将这边当作一个工作室 要是推广我们丑蔬果饼干 的一个群众木制计划 的一个基地这样子 眷村里有木造的日式宿舍 也有独门独院的平房 市府文化局推出以朱代户 眷村创生计划 分别在建业新村和黄埔新村 挑选部分屋矿较佳的眷设 共16户 供民众申请营业之用 这一次挑选的房舍当中 就是以目前房舍的状态 还不错的情况 那区位也相对来的比较理想的位置 所以其实它的位置点都是在 接锅的一个边角的位置 那场域的面积也比较大 也适合商业的进驻 过去几期的以住代户都限制不得营业 前一期开放民宿可以营业的第一步之后 文化局在推出营业型眷设 欢迎具有眷村元素的店家进驻 但不提供修缮 不过五年的进驻期 前两年免租金和全力金 如何去结合眷村的一些元素 然后让眷村能够有一些适度的商业的引进 那哪一些店家 其实像眷村的美食 那在过去眷村也有一些小吃店 或者是一些小书店等等的 只要能够跟我们的眷村元素结合在一起 都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对象 以住代户计划推动超过六年 眷村聚落成型 整体环境大幅改善 文化局鼓励业者投资眷村 营造特色店家 让眷村增加人气 生生不息 港东新闻吴炳元赖昌邦 采访报道